大家好,欢迎收看 开运22,银虎皆赋 师傅,其实自从上一集播出之后 很多朋友都来问我 关于他们的来年生肖运程 不如帮帮忙吧 那你想先说哪一个生肖运程呢 牛 听起来你好像是属牛的 还是你朋友属牛啊 我属牛,没错 那就先说属牛的朋友吧 属牛的朋友呢 来年运程跟太岁有一点 合中带行 又或者是暗合 意思就是说太岁 是属牛的朋友的老板 就是说太岁叫你干什么 你便干什么 所以最好听别人说 不要有太多的变数 那就很好了 好,下一个生肖就是属 属属的朋友呢 来年是一个大的变数年 变数年呢 等于很多事物都要转变的了 比如说转工啊 搬家呀 或者是换男女朋友啊 棒 所以呢属属的朋友呢 来年不要怕变数 最紧要的是越变越好 那就行了 最后一个呢 生肖呢 是猪 属猪的朋友呢 来年是又合又行 合太岁与形太岁 有听说过吗 没有 又合又行呢 就等于好人也是他 坏人也是他 如果你有朋友 或自己本身是属猪的话 来年呢 我们称之为左右做人男 有机会呢 是上半年好 下半年差 有什么好的方法来保持自己的运气呢 就是好像我们一样了 白天呢 是一个简单的上班族 晚上呢 找一些自由的工作或者兼职 这样配合便最好了 那又合又行 岂不是很差 其实不用怕 其实只要你来年 懂得社太岁 那就万事大吉了 师傅 那你什么时候会介绍社太岁 我有很多虚拟朋友 都是属猪的 他们笨笨的 哎呀 你不要这样心急吧 其实我们下几集就会跟大家介绍如何社太岁 大家请留意 以上内容并非精密科学 只属于嘉宾及主持的专业意见 下集再见